分析人士 解放军战机全程攻后送客美窜访台湾议员 距离11月9日美国国会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不到20天 又有5名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当这些美国议员的飞机飞临台湾空域的时候 解放军战机已经在攻后 一直到他们离开 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随时反击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毫无疑问 东部战区此次军事行动针对性明显 是对美国个别政客的警告 这种警告的严厉性体现在发言人使用的三个词中 持续时刻和随时 在上一次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之际 失忆也宣布了东部战区当天的军事行动 及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循 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 两位分析人士26日对《环球时报》表示 从历史规律而言 美国一些人不会放弃打台湾牌 而民进党在岛内执政正在走下坡路 因此必然要打两安排 而且是从负面党 这导致美台利益重合增加 勾连意愿上升 相互借助需求扩大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同日也表示 民进党当局任何以美谋独 搞所谓议会外交拉拢渗透的伎俩 都不会有好下注 注定失败 在台湾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在台湾等方面 讲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 做了不少挑衅性的事 对此中方理所当然 要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